非常棒费的早餐 我是大家的 每个月108年7月12号星期五 大家准备过周末 每个月我会有一个星期五的时间 我会从旅游市场上面 我去挑一些的产品 希望能够提供给大家 做旅游的选择 是说参考 今天我们在介绍旅游产品之前的时候 我们的听众朋友可能知道 我上个礼拜 我消失了一整个礼拜 其实我消失了11天 这11天反正还暑假了 我都会大概跟家人出去走一走 我到了南半球 到澳洲 我这次到布里斯班 到黄金海岸 去了之后 我当然对这些城市 对城市的规划 花了点时间 我就又有一些的想法 这以后再跟大家分享 但是今天呢 我们的旅游的旅游的单元 我们要到南半球去 到南半球另外一个 到现在我还没有去过的地方 纽西兰 来今天呢 在我们现场的 给大家带来呢 介绍搭乘纽西兰航空 深度探索 纽西兰南岛之美 在我们现场的 那ETS尊荣 驾起 纽澳线的 线空经理 张志云 志云欢迎 主持人你好 然后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 因为我刚刚想的 纽西兰直飞 因为我还没去过纽西兰 我上次跟你讲过 非常土的 但是 纽西兰航空 是从去年开始直飞 对去年11月份 开始直航 那其实它的 那个整个市场上面 的规划的话 原本的话 是一天三班 那它像它一整年度 这样子飞下来的话 像它今年 预备在年底的时候的话 再继续征伴 因为纽西兰的市场 对台湾来讲的话 它的吸引力非常大 那因为刚刚主持人 也有讲到 有华航 中华航空在飞 那当然也有国泰 也有新航 那我们为什么会选择 纽西兰航空 最主要来讲 它是唯一目前 从台湾这边直飞 过去的 那中间不用中停 不用中转 其他的都要中停 对 那它是直飞11个小时 就到了奥克兰 然后呢 因为它还有另外一个优势在 就是说它抵达奥克兰之后 像我们安排的这个行程的话 是转机到南岛的第一大城 基督城 但是如果说它今天 除了基督城以外 它另外总共有20个城市 是纽西兰的20个城市 它可以借由它的国内线 安排转出去 所以是目前来讲的话 是最方便的一个航空 这是国营航空的方便 毕竟它是 就是说你这个旅游目目的地的 国营的航空 那你跟它国内线接驳的时候 是最方便的 成本也是最低的 你刚讲我没有听错 你说纽航一天三班 一个礼拜 一个礼拜三班 那他们飞台 台湾台纽这个航线 飞了半年之后 这么热吗 非常热门 几乎班班满 那当然因为最主要来讲 为什么这么多人去纽西兰 因为其实纽西兰的话 每年旅游人数来讲的话 每年每年都在攀升 再加上其实纽西兰 对台湾人的一个吸引在于 就是说它是 我们知道它是一个活弟弟教室 而且去那边的话 就是好山好水好风景 所以对于 好无聊 是也不会 当然就是有一些城市 然后像奥克兰第一大城 像罗图鲁娃 像我们这次安排的基督城 皇后镇 包括还有淡尼丁 这几个城市来讲的话 其实它也有它所谓 刚刚主持人讲 它所谓它的那个城市规划 那当然搭配那个 它还有周遭的一些 漂亮的景点 还有国家公园 那纽西兰的话也有非常 尤其是南岛 它有非常多的那个国家公园 美丽的景色 可以让我们台湾的游客 去那边的话 充满了一些 对那边的一个想象力 这样子 好我想从去年纽航直飞之后 你们大概就一直都有跟纽航配合 对 所以在纽航直飞了之后 那去纽西兰的 你说班班客买 一个礼拜三班班班客买 那个其实还蛮惊人 因为本来就已经有 有几家航空公司刚刚讲 当然都有中转 包括华航 有中转跟没有中转 大概 大概飞行时间 大概会差到三四个小时以上 会差到三四个小时 比如说华航 华航你就算转机转的最顺的 你飞布里斯班大概九到九个多小时 那在航站里面 就算你接的最顺的 待一个山 三个小时很合理吧 三个小时 然后再飞过去三个小时 大概就是四五个小时 跟你这样直飞十一个小时 其实还差蛮多的 对 那所以从去年十月 十月之后 台湾去纽西兰观光客 就一直都在成长 对 对 那包括就是说 纽航当然它有 除了直飞的优势以外 包括它的航班里面的配置 还有包括它的飞航安全 还有里面的各项的设施 都是在国际杂志上面的话 获得评比 还有很多输入 这个我要多问一点 纽航是一家怎么样的航空公司 它飞台纽线是怎么样的飞机 它的台纽线的班机的话 现在是七八七 七八七 新飞机 三三三的 然后包括里面 除了一般我们熟知的经济舱以外 它还有配置豪华经济舱 豪华经济 对 然后还有商务舱 还有豪华商务舱 这些的配置 那当然它还有一个 比较特别的 就是所谓的空中沙发 它有那个十二组的空中沙发 提供客人去做选择 如果说你今天是 单纯我们一般的旅客 那我们可以选择经济舱 可是如果说你今天 可能是家族旅游 你可能有小朋友 那小朋友你知道这种长途飞行 他可能就是说 做不住的 对 他爸妈可能就是想说 让他舒适一点的空间 那他可以搭配 所谓的空中沙发 那他是三个位置的 那当我们在长途飞行的中间的话 空姐就会来帮你 把这个三个位置 扶手拉起来 对 打平 打位置打平 然后开始铺床 你就可以舒适的 在飞机上面的话 睡个觉 比头等舱更舒服 对对对 以睡觉来讲 对 如果说你有带小孩 可能妈妈带着小孩子 那他可能就可以躺平的睡觉 那变成就是说 他也不会哭闹 而且比较充足的休息 抵达目的地 抵达奥克兰之后的话 他就有充足的时间去玩 这是他比较特别的配置 那当然他也有所谓的豪华经济舱 然后还有那个商务舱 这些配置的话 都可以提供 不管是单独旅行的乘客 或是像我们一般团体来讲的话 我们团体的客人 也可以补所谓的价差 然后去做一个升等的动作 这样子 好 那因为787是新飞机 是好飞机 我是惹问飞机 我觉得现代人 如果你要出国旅行 以前你可能不太在乎 搭什么飞机 什么机型 我觉得现在你要问一问 787 777 或者A350 等等这些大概都是 目前的新飞机 对 那长途的 而且我觉得舒适度 安全度都很高的 对 好 另外就是说 飞纽西兰一周三班 那他的时间是怎么安排 他是晚上6点30分起飞 就傍晚的时候 对傍晚的时候 然后飞到纽西兰 因为我们跟 纽西兰跟台湾的话的话 那个目前的话 4个小时的时差 4个小时扣掉 那飞到 飞11个小时抵达 澳克兰之后的话 大概是中午 大概10点半左右 大概早上10点半 接近中午的时候 对 10点半左右 那其实 跟其他航空公司 比较下来的话 那 像国际航空 他是晚班机 晚上11点多出发 飞到 飞到澳洲 因为他中庭澳洲 然后再到 澳克兰的时候的话呢 他已经是下午的航班 等于他的行程 我们就安排一个午晚餐 然后直接进饭店休息 可是如果说 我们今天搭乘的是 纽西兰航空 等于他10点半到 吃中饭 对 那 即使说我们安排一段 国内线 那我们刚刚讲过 他的国内线的话 安排的接机时间的话 是最 最 最 短的 所以我们大概只要 入关之后的话 我们大概 两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我们飞到 南岛的基督城 抵达南岛基督城的话呢 也只是下午的大概一点 大概两点多左右 那还有半天可以 对 那将近还有个半天 然后我们一样就是说 我们可以好好的欣赏 这个基督城这个城市 那包括很多的一个 因为之前 2011年的时候 他也是地震过 非常大的一个地震 我刚刚就想问你 就是他从地震当中 恢复了吗 那个地震 当然从台湾角度来讲 没有什么 因为他我记得规模5.3吧 好像 7点多 所以变成 他整个市区 全部都毁掉了 几乎都毁掉了 而且他最主要 他那个老教堂都毁掉了 对 没错 那个教堂中楼都掉下来 可是最近几年 慢慢看 他当然 就是说重新的一个规划 包括旧灾 包括 就是说把城市 重新的做一个重建 那其实这几年以来 那慢慢的 他的 他有所谓的文创的进驻 他有人文 然后他有城市的一些 旧房才没有拆的时候 他可能请艺术家 去做一个涂鸦 那很多的装置艺术 也都开始慢慢进驻 包括就是说 原本因为地震 而离开的商业 还有离开的人们 然后慢慢 现在这几年 也都回来了 那其实就是说 在附建的路上的话 他可能还要一段时间 但是现在已经规划的 相当不错了 所以变成到基督城之后的话 我们就可以安排 所谓的市区观光 包括去看 他新的一个 所谓的指教堂 那也是因为地震的关系 那他们市政府希望 就是说 借由这个指教堂 可以跟他们的人民 做一个连结 让他们的心灵有所寄托 那包括就是说 木讷维尔花园 回忆桥 甚至我们还有安排一个 就是亚方河的那个撑高船 那其实这些东西的话 都是一般团体 如果说到抵达那边 已经是傍晚 根本没有时间去安排的 那我们因为搭配纽西兰航空 所以去到那边 有相对充足的时间 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个 行程上面的规划 我刚刚讲说 好山好睡好无聊 是大概二三十年前 我的朋友们去纽西兰 甚至有些移民到纽西兰的朋友 他们都会告诉我们 很漂亮 你看一下 就是好漂亮 好干净 那个空气好像都是纯氧 没有任何的杂质 第二天也一样 第三天也一样 因为它不太有商业活的活动 即使我们说这几个大城市 也不太有夜生活 因为我们在台北生活 生活惯了之后 你都不太能够想象 国外的城市生活 这不是只有纽西兰 我即使到布里斯班 晚上的七点钟之后 白货公司什么通通都打烊 除了周末以外 加拿大也都打烊了 没有什么商业活动了 那外头的人烟稀少 你要去 甚至于呢 你要去shopping 你要到餐厅 餐厅大概九点钟左右 大概也都已经close了 所以呢 那是他们的生活的步调 正常的情况 在南半球 你说像是纽澳这些人 因为现在是他们的冬天 那当然他们的白天的相对比较短 所以呢 他们的一天的 一天早上的开始的非常早 他们可能那七点多 他们就开始一天一天的生活操作 他们可能去慢跑 去公园慢跑 对 包括他们办公室 有的上班 有的学校里面的上学 大概七点多 对 就开始了 下午两三点钟 他们生活就就就结束了 工作就结束了 小朋友就下课 对 他们小孩子 对两三点钟 小朋友就放 一直玩 玩到傍 傍晚 好 那刚刚讲的纽西兰航空 我刚听志英讲 就是说你们 纽西兰航空准备在十月的时候 再征班 对 表现他非常看好 就是说台纽西兰的 这些的观光市场 接下来我要问的是 既然他这个国营航空 好 那也都是新兴飞机 航班如果到了十月 他的旺季开始 再征班的话 那其实行星的规划 起来很方便 那以你们来讲 以你们的这样子 一个尊容假期 配合纽航的尊容假期 你们的主流行程多少天 一般来讲 我们都是十天到十二天的安排 然后有天数比较短的 我们甚至有八天的也有 就是因为搭配国内航空 所以可以节省下来这些的车程时间 像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一支爱恋南岛十天 它就是十天的一个 对 纯南岛的十天下去做一个规划 你说从桃园直接飞到威灵顿 飞到奥克兰 然后再转国内航 转到基督城 到基督城 对对对 然后因为这支产品也是我们2018年 就是去年得到 得奖的对不对 得到精致旅游奖的 一个一支产品 那相对来讲的话呢 这支产品的话 不管说是在市场上面的景点的安排 还有餐食 包括就是说 它的旅客的反馈的意见的话 都是相当好的 所以金子奖的这些评委 才会觉得说这支产品 其实对于市场来讲 它是较好 有些行程的话 可能单价也较好 但是单价高 但是我们这支产品的话呢 我们是属于中价位 但是能给客人所有的 该住的饭店 还有当地最有特色的饭店 包括景点 还有最有特色的那个餐食 还有最属于当地特色的一些 这些交通工具 这些的话 我们都会有安排在里面 所以这也是我们得奖的一个原因 对然后包括就是说 以我们的价钱 还有出团量来讲 都是这些评委觉得说 这支产品规划出来 其实可以让带给旅客 更丰富 更好的一个选择 因为你是纽奥县的线控 那纽奥县我相信你已经经营了非常久 非常的熟悉了 你们这条线的团 比如说纽西兰团 你们一个团大概多少人 一个团的话大概都是21到26位 21到26 对 好那南岛的南岛的10天 因为这个时候是南半球的冬天 那纽西兰比我刚去的布里斯班 当然又要冷一些 再冷对 好那这个时候南岛是一个怎么样的气候 如果我今天听到 听到张静这样讲 我马上想要想要去 那这个时候的南岛怎么玩 其实南岛 因为南半球 现在跟我们的气候的话 是整个相反的 所以现在的南半球的话 它已经是进入秋冬 那冬天的话呢 有的很多人就觉得说 冬天去到纽西兰 叶子都掉光了 有什么好看 但是实际上纽西兰的话呢 它因为它特殊的地理景致 所以在南岛的部分的话 我们说它是一个活的地理教室 有高山 有那个峡湾 有冰河 那包括它整个 那个库克山国家公园 当它开始入秋的时候 它的树叶的颜色 因为它们有很多的白花树 松树 包括银杏这些的 你沿途这样子开过去的话 不是完全枯掉的叶子 而是你能想象那种金黄色 那我们那时候 我们去的时候 其实很多客人 都会跟我们讲 就是说它无法想象说 所谓的满城静带黄金 那种满山遍野的金黄色 那个还有包括深红色的枫叶 所以它的那个字节在转换的时候 它的颜色是非常丰富的 那当然春天它有野花 有露宾 然后各色各样的那个花花草草 是很丰富 但是秋天的话 还有很多摄影家 他反而想要去拍那种 整个深的金黄色 浅的金黄色 鲜黄色的那种各种不同的 人家有说像那个 风景照片 每一张拍都是风景照片 就随便你怎么拍都非常棒 都可以直接拿来音乐力的 当桌面的 好最后就我问一下 就是说这十天的南岛家 这个时候去的话 会不会非常冷 温度来讲的话 其实因为它那边的话 比较干燥 所以体感温度 会跟我们在台湾的话 那种听到 乍听到之下五度 三度五度的那种感觉的话 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 所以其实体感温度来讲的话 大概就是十到十五度左右 那当然晚上会再更凉一点 但那时候我们已经都在 饭店里面休息 其实对客人来讲的话 其实没有差别 白天它是 那个气温温度来讲的话 都非常的舒适 其实大概台湾的 这个初秋时间的穿着 大概就OK了 对 如果要搜寻你们这个产品的话 网路上面怎么搜寻 各位可以打 ETS尊容假期 或是爱恋难倒十天 这些的话的 都可以搜寻到这支产品 好 那找到这个产品了之后 你们可以先找找看 那如果能够直接找到张智英 好 那你可以再问得更清楚一点 那因为现在一个礼拜 三班 其实规划也已经很有弹性 价格的部分 当然你也可以直接 因为不同的天数 不同的时间点 那个价格还是会有点小小的差异 现在是暑假了 毕竟呢 即使是南半球比较冷 但是去玩的人还是非常非常多 感谢今天到我们现场的 那这个ETS尊容假期 柳奥县的线空经理张智英 谢谢 谢谢 下回再麻烦 来进广告 广告回头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夏季旅展 可以有什么好看 非得不忘非得早餐 我是南加龙 好 今天的礼拜五的时间 我们的旅游单元 好 接下去的两段的节目呢 很重要了 因为台北国际夏季旅展又来了 当这个时候夏天了 本来就旅游的旺季 好 今天在我们节目的节目现场的 从第一届的时候呢 他们半叠今年第四年 第一届的台北国际夏季旅展的时候呢 他就来到节目的现场 他是主办方 就展览的主办方 奎仲展览事业有限公司的业务部的副总 蓝伟琛欢迎 大家好 我是蓝伟琛 很荣幸来跟大家分享旅游的资讯 我问你那你们办四年 这四年以你们办这夏季旅展来讲 这四年整个的旅展有成长吗 他以为他有怎么样的变化 现在的旅游会跟以前 以前大家都比较喜欢来找行程 现在呢 除了自由行之外 大家会比较早 比如在上暑假是亲子行的是居多 那呢 这两年最夯的其实是邮轮行程 那因为邮轮行程 现在好多大邮轮都靠台湾 对 十七八万吨的二十万吨都来了 以前这个都不会靠亚洲的 那其实据我知道 整个全球应该搭邮轮最多的第二还是第三个国家是属于台湾 真的哦 真的 我还以为 因为我去搭邮轮我就想说 OK应该还好吧 所以台湾人是超级爱搭邮轮的 对 因为可能是 其实这几年刚好也是大家喜欢去出国 那邮轮其实它最好的方式是 所以它第一个它可以三代同堂 第二件事情是你在邮轮的期间 其实都是在享受里面的设施 不无聊 那它到港的时候你就下去玩 那如果我们出国要坐飞机 可能搭车 那沿路要到景点才下车 那其实在邮轮它就省去 或者它里面 在船上玩 船上有的时候你其实 你如果懒惰一点 你老人家你就在船上吃喝玩 其实也够了 没错 而且它很多是for亲子的 那它吃也是24小时 有属于的美式餐厅 其实餐厅中式日式都有 甚至很多秀表演都是free的 甚至比较好一点的还有管家 帮你预订餐厅 对现在有行政套房 有villa 那个很惊人 就它可以奢华到 跟五星级六星级的饭店 其实不遑多让 好今天在我们现场的 这个就给大家带来 2019年第四届台北国际夏季旅展 它是从7月19号 反正我们今天礼拜五的时间节目播出 它是在下个礼拜五 下个礼拜五开始到下下个礼拜一 7月19号到7月22号 那在台北的世贸医馆 台北市信义路的五段五号 它是 它是要卖门票的 要卖门票 门票一张200块 但是今天呢 当你听到蓝伟琛的声音 他很 我都还不好意思跟他要很多票 但是他一次就给我很多票 我待会呢 就是这个礼拜 可以慢慢的送我们的听众 好这个礼拜的时间呢 接下去了 从今天开始 我待会就先送票 待会我们先送个 先送20张好了 送10组 每一组呢 两张 因为我想去看旅展 大概一个人去的比较少吧 大概都会 都会带朋友 带家人一起去 我送10组 那你可以开始准备 每一组两张 等于说呢 在价格上 大概400块钱 我们的call in专线呢 0223639955 0223639955 下一段广告回来之后呢 我会呢 请我们的红汉 请我们胖胖 制作人 来接听你的电话 先把呢 10组 台北国际夏季旅展的 这个入场券 门票呢 先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下个礼拜 礼拜一到礼拜五 我天天都送票 好 那回到呢 台北国际夏季旅展 今年的台北国际旅展 有什么看头 第一个是 有史以来的旅展 儿童啊 可以入场 往年 以前不可以入场吗 不行 以前未满12岁都不能入场 这是唯一第一次 真的吗 因为我 当然 我一讲就破功了 那就表示 我没有去看过旅展 以前旅展有这样的规矩啊 有 那不是很快 现在的亲子 留这么多 对 这个也是有点 不成文的官方规定 所以呢 很多其实说的展览 不管是B2BB2C 到现在都是 未开放奢税 那在去年 就是有争取 有解禁 那我们是第一个 就是开始 这次可以全面开放儿童 免费参观 那奢税以下的话 又是免费 好 当然因为 因为现在的家庭旅游 亲子旅游 我觉得大部分的父母亲 也都很重视孩子的意见了 也很希望孩子 在旅游规划过程当中 可以参与 所以我觉得 如果不让孩子进场 那有点不太对 因为旅展又不是什么 有危险性 或者怕吵的环境 又不是听音乐会 其实不需要对孩子 限制这么的严格 好 那今年的台北国际 下旅旅展 因为我算起来 五六日一嘛 四天的时间 这四天都是对 所有的民众开放的 对 那这四天 如果我今天拿了票 我要去参观 今年的台北国际 下旅旅展 我要怎么参观 我会看到 看到什么 然后好康在哪里 第一个 我会先建议 先了解自己 有没有想要去的地方 跟国家 那到大会服务台 先索取一些 那个平面图 导览资讯 那其实刚刚我讲到 邮轮是这几年 最航的之外 那其实今年 也是一个最大特色是 所有台湾 不管代理 或者总公司来的是 这次是有个邮轮区 最多邮轮的一次 也是参展规模 最大的一次 那不管 深度旅游到 中南美洲 或欧洲的 那个邮轮 或者河轮 全部通通到去 所以不是只有 亚洲区的邮轮 不是 包括就是说 因为像加勒比海 阿拉斯加 欧洲地中海 或者你刚刚讲的 欧洲的河轮 等等 这些其实呢 也都是属于 邮轮旅游的范围 对 也都在这次台北国际 全部都到齐了 都能够买得到看得到 对 OK 而且这次 邮轮业者 有推出折扣 除了第二轮半价之外 像立新邮轮 推出现场抽 就跟便利商店一样 你当场抽折扣 最低临折 就送你 对 真的 他是公开抽 就是你消费完之后 要结账的时候去抽 那当场抽完 就直接看折扣 OK 所以这次蛮多行程 蛮优惠 我认为可能也是暑假不忘 所以呢 蛮多行程推出 第二人半价 甚至我昨天看到 长滩岛也是今年赴岛 对 因为他关了半年 他一万五有兆 第二个他还推第二人免费 让我昨天 我当下知道这个资讯 我也跟我太太想说 我们可以考虑去长滩岛 第二人免费 就等一个人 如果一个人一万五 那等于等一个人 才七千五左右而已 对 这么便宜 暑假怎么可能 其实很多行程 像香港的五千元有找 四天三夜 香港我还比较难 因为香港最近的街头 状况比较多了 所以他旅游市场也大受影响 所以借着这个机会 去好好的促销一下 因为这些的政治的风波 大概过了七月之后 大概就平息了 香港大概商业 旅游大概慢慢会恢复 这时候做一些促销是合理 不过你刚刚讲的 包括了 包括这些邮轮 包括了甚至像长滩岛 都能够有这种折扣优惠 这个是超过我多想象 那你们今年的台北国 消息旅展 总共有多少摊位 将近七百个摊位 这么多 对 七百个很多 算中大型的规模了 那他包括了国的国际的 也包括国内的 对 对不对 没错 那也有一些是针对产品销售的 比如我看到有很多的饭店 会来卖他们的这些住宿 这次五星级饭店来了蛮多 他们本身除了卖餐券之外 他们的住宿有 昨天我也大概了解 瞎杀到两折多 也让我蛮惊讶的 大概 暑假就可以用吗 这个我没有 特别 他是有分平日跟假日 我认为他是平日 他应该是没有暑假 因为这时候他来促销 如果还限制不是卖暑假 我认为 但这块我是真的没有深入了解 听他那个折扣 坦白讲是以往我看不到的 以往顶多六折七折 昨天我了解所有的促销到最低到2.5折 2.6折 杀得这么凶 而且他是连锁的饭店11家 五星级饭店 他是同用券 下杀到2.5折 这样子会把消费者的胃口养坏 我说养坏就是说 以后消费者我干嘛这么急 我以后就暑假开始 我如果原来预设的我是8月才要出去玩 那我就不用急啊 我不用像以前就追那种什么 早鸟优惠 抢得要死 我就等你兰尾称的国际哥 夏季旅展就好啊 没错 所以夏季旅展都很多促销 那但是业子他不会推单张 他可能一次就是六张或十张套票 那所以像我自己会买餐券或这种 我都会约朋友 规划好 就一次去买 大家学人就好 所以就非常好酸 好这个其实可以 要去参观旅展 我是觉得事先可以做一些规划 就互捧饮办 大家如果有共同的目标锁定好 特别像餐券这种 比较没有时效性的 但是又觉得会用得到的 因为台湾人很爱很爱吃 那你借着旅展的时候 去把一年当中的这些 可能平常买不下手的这些 这些的产品 一次把它买齐了 真的是可以省很多钱 好那如果纯粹从夏季促销 因为旅游这件事情有的时候 尤其台湾现在的护照很好用 对 几乎都免签 所以我觉得台湾人越来越习惯于那种 起心动念之后 我想完 我最好呢 明天或者这个周末就可以出发的 这种越来越多 那台北的夏季旅展 可以提供这种产品吗 其实上都有 对因为厂商其实现在刚才讲的 其实行程现在包装蛮多 不只是像早期的 只是来看团体或者亲子 或者是游戏 其实这次针对一些人文 或达人带路的深入旅游都有 对那其实现在大家的胃口也是越来越重 所以要求越来多 我不会说像早期只是走马抗花 赶三个国家五个国家 这样子很浅的走马抗花行程 那其实会常 他都有这样的深入的讲座 或这样的行程 对啊 台湾的现在的旅游 已经到了一个成熟期 已经不会有那种12天8国 11天7国的那种的情况 我之前大陆的朋友 他们到处去带团了 有些在二三线城市 还常常需要出这种团 就是12天 去六六七八个国家 那个基本上就是走马抗花 那台湾现在不会这样玩 台湾现在都是深度旅游 对 所以深度旅游呢 旅展呢就非常的重要 你在旅展呢 就很有挑肥减瘦的机会 好 除了你刚刚讲的 就是说你们有一个游轮的特区 好 那一般的旅展呢 会买得到的这些呢 但是呢 下沙折扣的优惠 可能是你过去没有看到过的 这些观光饭店 五星级饭店的餐券 住宿券 这些呢都是可以买得到的 是 那机票呢 机票的话也有 其实机票现在也是 航空公司参加的多吗 航空公司没有 他们都委托这些知名的品牌旅行社 来销售 那其实他们在两个月前 都已经先切好包机 都切好机票了 所以呢 其实我看过最厉害是 他现场会移动 第一天的价格 以往都是最优惠的 因为他包机 他当他的一些后面的班次 各方面已经达到一定水平 他的那个促销方案 当下就会变更了 我曾经看过一个厂商 一天换三个价钱 你这样讲我很心动 对我这种很爱玩的人 比如我上个礼拜去澳洲 那可能下个礼拜 我又会出去玩一玩 如果这种的旅展 尤其能够for暑假 就是针对暑假的后半段 因为你们办展的时间 已经是七月的中夏旬了 那如果买到的产品 如果八月就可以用 尤其大部分的父母亲 都会觉得暑假快结束了 应该让家人 让孩子呢 有一个在暑假要结束之前的 一个happy ending 所以这个时候 如果说家庭旅游 或者亲子旅游的规划 是朝这个方向的话 这个旅展应该可以提供 非常多的选择 没错 因为以往本身暑假行程 在五六月就开卖四五月 台湾是最贵的 那其实呢 也大家很清楚 暑假你买 八月底九一处行程最便宜 那其实这时候促销 都是八月中后的行程 那其实那时候本来就便宜 加上他们是有促销期 所以会更优惠更便宜 他会比我们平常去 去这种 赶着去抢的那种 找鸟优惠更划算吗 会啊 他们来现场就是要把这些 直接做出清 OK 好 今天在我们现场的 那为大家带来呢 从下个礼拜五 七月十九号呢 开展的 第四届的台北国际夏季旅展 旅展就旅展 他为什么叫夏季旅展 我刚特别呢 请蓝伟成再跟大家解释一下 因为他们是呢 策展单位 那策展单位呢 魁仲展览事业 有限公司的业务部的副总 那蓝伟成 每次要办展的时候呢 他就会来到呢 费地早餐 告诉大家呢 台北国际夏季旅展了 夏季旅展 他可不是为冬季 为明年 就是为了还没有结束的暑假的后半段 你可以呢 在这地方呢 挑肥减收 他一次出清呢 希望尽可能把原来对暑假的 规划的存货呢 都出清 你可以说是 所有的旅游业的一条边 那对于所有的夏季 规划了一次的大清仓 的活动 那十一 自五行 吃喝 那大概呢 都在这个地方呢 你都可以呢 就是说呢 采买到最实惠的价格 我刚讲到就是说呢 我们待会广告回来呢 会先送出呢 二十张票 那我们的call in专线 0223639955 你可以开始准备打call in 广告回头之后呢 我再请教呢 蓝伟成 因为你们除了台北国际夏季旅展之外 同时你们也同时半展的是 台湾伴手里观光特展 是吗 是 这个是一起展的 对 那这个台湾伴手里观光特展 那可以有什么好康 进广告 回头之后呢 继续访问蓝伟成 好 飞天播放飞天早餐 我是蓝阳龙 那今礼拜五的时间 我们的旅游的单元 那台北国际夏季旅展来了 我刚特别请蓝伟成 他们是呢 办展单位 那第四届的台北国际夏季旅展 虽然它是呢 旅游业的大集合 那它针对呢 呃 暑假的后半期 那开始呢 做做最后的清仓的促销 所有的好康呢 最后一次让你都能够看到 买得到呢 都在都在这里 那呃 除了暑假的后半期 的这个清仓促销之外 那夏季旅展呢 通常已经呢 涵盖到包括了 九月的淡季 十月的这些呢 赏风啊 等等 就是说呢 这些都东北亚的这些呢 热门的行程 甚至于到 到这跨年时候的 跨年的行程 都已经可以买得到了 好 所以如果你对于呢 今年的下半年的旅游 开始做些规划的时候 台北国际夏季旅展呢 可能是你必看了 然后应该呢 要去挑肥减兽的地方 好 除了这个台北国际夏季旅展的 同时伴展呢 还有台湾伴手礼 观光特展 好那这个 这个伴手礼 老实讲买伴手礼的 应该是国外观光客 比较多吧 对不对 呃 其实这几年是因为 旅展这边设计 因为早期旅游 旅展都有 各式县市政府 来参展推广 那他最主要当初 是县市政府 推行他们的文化 跟美食 新竹来讲 他一般都是推 新竹的米粉 或者海瑞贡玩 这方面的东西 那其实后来厂商有发现 其实参加旅展 这些各地的 特定的美食 或小吃伴手礼 在食品上面 他们来参加旅展 陈热区 其实让你不用说 去当地游玩 才买得到 才吃得到 也就是说 让你来看旅展 挑行程的过程 其实在台湾一些 各地的美食 你都可以现场看得到 而且有些东西 都有试吃 那可以买 如果要去参观一次 这样一个夏季旅展 大概要花多少时间 如果快的话 大概可能要三个小时 就是大概先走一圈 把所有的目录 看完之后 可能隔天要再来了 因为当时只能 初步的了解 然后收集要的资讯 好 所以参加参观这种展 下手又很快 对不对 除非你一开始 已经做好功课 就像我讲的 有些行程 他有促销方案 就是早上价格跟下有不同 所以呢 旅展很特别 就是每天早上 都特别多人 他不会说到中午开始 人才多 他一早 因为他本身 这次大会还准备一个 50万的购物金 那他有指定在我们 11号我们的入口 人人有奖 大概每天 限额1000名进来 就会送你一张 呱呱抢彩券 50万的购物金 对 那每一张人人有奖 那本身我们每天 有一个前100名的 福袋活动 有送你机票 行程住宿券 所以只要找鸟 找来排队 不管看展 你有邀请函 买门票的人 都有这些好康 好 因为这个做功课很重要 那你们有官网吗 有 我没有官网 那官网就台北国际夏季旅展 就可以搜寻到你们的官网 对 好 这样很好 因为有官网的话 你就可以先上官网 先做一下功课 是 先知道一下 就是说 给他摊位的布置 那这展品 展场的内容 然后哪一些的活动 先做好功课的时候 去看展 比较不浪费时间 也会比较能够挑对时间 因为他跟一般的展 不太一样 有的人可能会看展 其他展 你可能会觉得说 不用这么早 下午的时候再去 或者快要打烊的时候再去 但旅展可能不一样 旅展你可能真的就是要找鸟 早一点去的时候 好康比较多 旅行社的诚意 其实也都是倒过来的 他不会把好康放到最后面 要鼓励找鸟 所以希望你越早去的时候 你可能好康会更多 好 相关的这细节 你可以先上台北国际夏季旅展的官网 先做一些线上的导览 线上的功课 然后7月19号到7月21号 下个礼拜五到下下礼拜一 这四天的时间 在世贸医馆 台北市信义路 五端五号 你可以去看展 飞铁联博网飞铁早餐这边 刚刚办展单位 奎众 副总 蓝伟生带了100张的门票来 我刚刚先送出了20张 下个礼拜礼拜一到礼拜四 我会继续呢 再把这80张的门票呢 再送出去 每天 那请你锁定 飞铁联博网飞铁早餐 感谢来到现场的蓝伟生 感谢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